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本来是一名医生 因为偶然遇到了李小龙而进入演艺圈 年轻的她 容貌可以说是温柔的清秀美女 但在娱乐圈 漂亮不代表就能拥有好的机会 当时的她 为了生存 只能被迫去接一些风月电影 差点因为拍这些电影而被封杀 因为对自己的下巴不满意 想拥有一个尖尖长长的瓜子下巴 邵音音大胆尝试 以当时六十元一支龟胶针的价格 对自己的下巴进行了整形 在当时 一支龟胶针的价格虽说只有六十元 但对于那个年代来说 绝对是一笔不菲的价格 更何况整容成瘾的邵音音 一开始就进行了全脸的注射了呢 众多个六十元叠加起来 也是一笔巨额了 但好景不长 因为硅胶不会溶解 又很容易变形扭曲 如今的邵音音已经成了一副鬼样子 整张脸全部变形扭曲 即使是化了浓妆 看上去依然是那么不协调 和之前的青春脸简直没法比 但即使是这样 邵音音面对整容依然是坚决的否认 反而坚称 意外摔伤 才采取了面部修复 邵音音去整容也不单单是因为对自己脸型的不满意 还是为了爱情 她觉得自己演过风月电影 所以择偶条件就很低 于是她嫁给了一位圈外人 本想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是丈夫出轨 小三找到家 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年老色衰 才没能留住丈夫的心 便选择了整容来挽回破碎的家庭 没想整容失败 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有着台湾整形天后之称的53岁知名艺人 顾杰 在2012年 嫁给身家10亿的富商 随后逐渐淡出娱乐圈 然而 她的豪门婚姻只维持了短短4年就离婚了 最近 顾杰再次谈到自己过往的婚姻 自曝当年豪门婚姻失败的原因 顾杰还谈到和老公的爸爸出现了摩擦 对方甚至扬言要伤害她 顾杰已经出道20多年 曾经走过艳星的路线 但出道多年一直没有什么代表作 后来 顾杰进行了多次的整形 曾经在公开场合大方公布自己整形的经验 以及手术后的照片 作风大胆 一时间 顾杰因为整形开始爆红 在综艺节目盛行的年代 各大综艺节目都争相邀约她上节目 顾杰也被大家封为整形女王 不过 在顾杰的演艺事业刚刚有所发展的时候 她选择了在2012年 和有那一大王之称的无姓富商闪婚 当时 顾杰可以说是风风光光地嫁入了豪门 男方对她也十分大方 不过 顾杰在节目中表示 富商老公只是在结婚之前非常大方 但婚后就变得十分小气 就连二三十块钱都要计较 婚后变得小气 并不是顾杰和老公离婚的主要原因 她坦言 离婚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婚后和丈夫 丈夫的爸爸一起住 矛盾变得特别多 顾杰表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自己的公共互相看不对眼 慢慢地 矛盾开始升级 最后 公共竟然还威胁她 都说嫁给一个人就是嫁给一个家庭 遇到这样奇葩的家庭 还是早点结束了的好 如今的顾杰五十多岁 选择不婚 不生 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 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顾杰谈过恋爱 去年 顾杰的前男友与别人结了婚 顾杰表示自己无所谓 这个年纪也不会想结婚了 结了婚也生不出孩子 最后找个老伴就行了 的确 如今有钱又有身材的顾杰 只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行了 如果再能谈个恋爱 人生就完美了 三 黄夏慧 小三上位沦为生子机器 晚年毁容 吓坏全香港 八十岁时给自己办葬礼 如此奇葩还能收获真爱 她就是和少阴阴齐名的香港丑妇 黄夏慧 黄夏慧的影视作品虽然不多 但却是媒体每年都会争相报道的对象 这是因为她的事迹真的太令人大跌眼镜了 1933年出生的黄夏慧 年轻时也曾是圈里的一枝花 中学毕业后 颇有艺术细胞的她进入了乐剧院 演出乐剧电影 之后被香港导演看中 进入娱乐圈 作为艺人 她并不执着于成名 而是专注于谈恋爱 十八岁时 凭借出众的容貌 她跟红极一时的当红小生 林娇谈起了恋爱 林娇比她大十岁 是首部影版射雕英雄传中 杨康的扮演者 两人一度被港媒称为金童玉女 不过 当初爱得有多浓烈 最后就互撕得有多厉害 分手后 两人闹得相当难堪 他们吵架的原因好魔幻 到底谁先追谁的 因为这事 两人到了六十岁 还吵得不可开交 不过 黄夏慧出轨才是导致这段感情破灭的真正原因 在她十九岁时 通过饭局认识了大自己二十三岁的政商大亨 胡百全 胡百全是香港史上首位法律博士 身家几十亿 如此多金的优质男 可惜早已是个有妇之夫 她的女儿只比黄夏慧小一岁 但黄夏慧却甘心做起了小三 一做就是三十几年 还给她生下了四子二女 胡百全对黄夏慧百般宠爱 除了每个月给她十万支票买买买 还为她置办多处房产 自己和六个孩子一直没有真正的名分 饱受非议的黄夏慧曾多次轻生 但都被救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害怕被胡百全抛弃的她 开始了频繁整容 结果越整越丑 胡百全就冷落她 断了她的经济来源 说翻脸就翻脸 容颜一毁 爱也随之消散 三十多年的陪伴 换来的是抛弃 多年后的黄夏慧 谈及这段恋情 只回应了一句话 那时幼稚天真 没想过有妇之夫 也没想过人世间这么多妻酸离合 我很后悔 而她整容过度的脸 变得越来越吓人 半夜直接能把小偷吓跑 窘迫的日子没过多久 黄夏慧又迎来了春天 香港载车之父潘炳烈 从黄夏慧年轻时便爱慕她 她没有在意黄夏慧已经整残的脸 对她呵护有加 1983年 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了 年过半百的黄夏慧 在感情中终于有了名分 婚后 潘炳烈把她宠上天 不仅给她巨额生活费 还无限包容她所有出格的行为 浓妆艳抹 cosplay 穿越年龄不符的水手服 背杠没嘲讽 装嫩妖婆 黄夏慧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 冰仪之星 来源是因为 香港名人谁有葬礼 她就会出现 来抢个镜头 这还不算完 在80岁的时候 她居然耗费数百万 给自己办了一个葬礼 黄夏慧带着皇冠 穿着亮晶晶的兽衣 躺进水晶棺材 假装去世 这真的让人大受震撼 2020年疫情期间 影视圈萧条 很多香港艺人失业 古乐天创办了一个香港电影工作者 意境支援计划项目 凡是有困难的香港艺人 都能领取9000元救济金 大多数艺人都是默默地把这笔钱领了 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过气失业 黄夏慧也去领了 还高调地表白古乐天 爱死你了 于是她被众人抨击 明明有钱 给自己办得起几百万的葬礼 却来占便宜 被骂的她澄清说 我是吃穿不愁 但我也没演戏呀 而且我领的钱是去做好事的 她说到做到 把领的救济金全捐了出去 行事疯狂的她 这也不是第一次做公益了 2014年 她上街给年轻人派发套套 宣扬安全性行为 同年 她还为养老院捐款 在自己的活人葬礼上 她还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 疫情期间 她又上街给老人派发口罩 黄夏慧的一生 一直敢爱敢恨 虽然奇葩 博人眼球 但说到底是个人选择 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 内心强大又乐观 任凭自己作天作地 还是挺让人佩服的 如今大多数人都被现实所羁绊 无法过想象中的生活 但随心所欲 她真的做到了 四 郑玉玲 近日 由郑玉玲 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处境剧 《男亲女爱》 在翡翠台播出第一集 此剧已经22年了 至今仍为翡翠台最高收视剧集 这部剧也是郑玉玲拍摄的最后一部电视剧作品 她凭借此剧获得当年事后 然而这些年 网友更关注的倒是她那张被整上瘾的脸 年轻时的郑玉玲 虽然算不上五官精致的大美女 但也是一个有身材 有欲解气质的女艺人 但自从走上了整形之路后 那张脸是越整越垮 整个五官看起来都有点扭曲 下巴和嘴都完全不对称 相信很多网友都会很好奇 现在的郑玉玲变成啥样了 郑玉玲的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 衣品也不错 在TVB的地位仍毫无减退 不过她的那张脸已经失去了活力 面部表情已经没有了弹力 笑起来非常的不自然 一看就是整容后的后遗症 近日 63岁的郑玉玲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好友汪明泉喝早茶的照片 照片中74岁的汪明泉神采飞扬 脸上的皮肤水难有光泽 看起来挺会保养的 然而在整容路上行走多年的郑玉玲 那张脸还没有汪明泉嫩 相差11岁 同框真的让人不忍直视 看来女人还是选择自然老去 才是最美的 整容都是她们的选择 即使整容失败 她们也都承担了毁容的后果 面对生活 她们依旧乐观开朗 活出了真正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